各位好,我是藍園仔正宗教練 沒錯,見到心愛的Curry叔輸了,當然不要手 但日子總要過,激情總要有 就趁今年NBA西貫季有賽第二輪皇上立邦 知不知與Curry叔兩隻腦袋又再追究一次 我們便直擊他們這場當代偉大NBA激情長跑,可不可? 歡迎各位球迷來到美國俄亥俄州的心馬克倫醫院 預備,來吧! 一開始,皇上應聲在1984年12月30日 搶線彈出,帶頭三十九個月 來到緊隨期又在1988年3月14日 在同一間醫院出集,來吧! 在扔彎,皇上加邊一路克服單身和平民區的環境 一路接觸籃球熱狗 這都在NBA家庭中全足前進 以這面相,皇上打不像力含鵬身 18歲的超級高中身之大跑入NBA戰 有在頭,做狀言,緊接而來後面的皇上 女友偉大甜瓜等等都加入賽道 和九六九八梯等等,轉期齊齊跑 再入直路,皇上加邊開始代言 他的選手報告身體質素全球視野哥 優點甚至開發報告,說他有待加強的東西 射球大胃單打,這位繼續大隻佬 加州最年輕得分紀錄,開始逐個達成 跟手扔彎,殺入入07NBA總決賽 怎料鄧鄧突然在彎心殺出來 未來只是逐於你的 但不論現在的四比零數 皇上出外套的鏡頭筋 搞得跑成怎樣,皇上都加上一份 他心想,死仔,又多好球 肯進來NBA跑了沒有? OK,來了,他來了 這組是長分身體質素 媽媽上限有限等等 一堆缺點的轉手報告 跑入NBA教壞小孩了 大量地球人見到這條手骨師輕鬆鬆 事故老遠對他這麼過癮,當然是跟 但前戲和馬拉同色跑 夠穩機會起手,那些就不是個過癮 不過好了,直到2009年11月17日 兩隻腦袋傷好身鞋 第一次雙魚鬥快 皇上加鞭,有七年經驗的他出先跑贏 他們暫時失牙,長跑49次對決 第一次再拿他第二隻MVP 皇上說找他的腦袋一起跑 開始過連續八年殺入總決賽的大隻佬 同時躲在這裡非常好 你們跟著他玻璃腳這個名字 是呀,耳耳擾 不過不要緊,弄得怎樣 他憑著鬥心,把玻璃一步一步練成 鋼條跟手,急起直追 帶勇士入季後賽 而這邊皇上也跟他熱火路 有四種二,兩隻跑卓 拿兩隻解接 包括他一三年向著期證明 吳南森等未來 現在他也有份 好呀,還是第四隻MVP在直路 繼續加邊,不然可以停看 皇上訂個領彎番騎士 和靈叔準備迎接即將 和未來老爭鋒 連續跑四年的時光 而就在這個彎 Steve哥突然衝出來一九邊 下咖哩將他大街放位 小球尼,那片世界的MOMEN展開 不單止這三分球 麥狗麥狗幾陸續過破 最重要是 咖哩都幫人勇士打出最佳戰績 躲上他第一隻MVP 再一種結束 先挑贏皇上一彎 再轉入直路用739的姿態 入第二彎領先皇上三 Steve哥心想今次有 救人頭馬 不過皇上不甘心 突然在彎心殺出來一個追魂Block 跟手榮叔再大心狀隊多了 唉,完成小機反擊跑出第二隻彎 現場觀眾都驚歎了 呃,跟手兩隻老相好之有的兩隻彎 先有KD、JR出圈咖哩 跟一班自家製兄弟調整球權 跟KD拿過平衡 大家跑得更加輕鬆 連續跑出兩彎 此時只有一咖哩 皇上各代三隻戒指 不過咖哩仍未得到FMVP這個實體獎 而這個時候大家都不經不過跑到傳奇 相繼跑完他們的身體 連同其老友都慢慢跑完 或者去到沒得跑的階段 而這兩隻老相好就相當自律 讓自己可以跑得有這麼久 而且是用擔大旗的狀態去跑 沒錯,賽道上大家都試過興奮 亦試過瘋狂 但要堅持繼續跑才可以再次跑出 今天皇上去到西岸失落的季後 要繼續跑才可以入普普拿第四隻戒指 咖哩六嵐三年 要繼續跑才可以證明給別人看 他不見了的東西 他可以自己拿回 嘩,丁多碼頭 皇上咖哩的FMVP柴斜帶著四顆戒指奔馳 過去十二年故軍戰有十一年 這兩隻老相好總有一件有分跑 以為今年這個彎也要見面 此時此一件做了歷史三分王 一件做了歷史得分王 每補都寫新歷史 至今皇上說要覆復了 不拋過三天 讓你趕一下才會加邊了,Curry叔 可惜這個彎始終都要撞人了 皇上和兄弟倫主要防曼 又反擊成功了 皇上跑贏回一彎 老相好似捱四十九次對決 皇上暫時22比27追回近這輪拆 不過無論如何未派錯 最重要是這場軍議的長跑仍然進行中跑 跟別人看無論來自甚麼環境 無論選手報告 最重要是自己付出多少去跑 跑到兩隻老相好感 每一步都這間新歷史 仍然有堅持跟兒子一起跑的警戒時 年齡就真的只是數字了 好嗎? 跟皇上這輪先跑 而Curry叔都一定不會停地準備 還是下跪再賓時 那我們就再期待兩隻老相好的下一輪 給不給呀? 故事未完待續 好,我是輕輕相通的南面穆啓正宗教練 記得分享訂閱留言 加入會員來多珍重有緣再見